音樂音樂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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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會去探討在這個 off state 的情況下 就是這個最 惡名昭彰的這個可靠度問題 就是所謂的這個動態電阻 在早期的話我們把它叫做所謂這個電流崩 它的這個效應在 那基本上它會呈現出來的現象就是如這張圖所示 一開始我們在一個原件在Flash 的情況下 它還沒經過任何操作跟偏壓情況下 基本上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很漂亮的這個IDVD的特性 那通常這個寫率就代表我們的 跟我們的導通電子會呈現一個非常大的關係 那如果我們再經過一個高壓的off state的這個偏壓完了之後 基本上會發現說 這個原件它的電流變小了 那它這個斜率也變得比較沒那麼陡 那沒有那麼陡 主要就是反映出來 它其實它的導通電阻增加了 所以我們會發現說 原件的這個導通電阻 它在一個高壓的這個操作之後 它的導通電阻居然增加了 那所以這是一般常見的這個Dynamic Arm 的一個特性在 那我們可以從另外一張圖也可以看到 這是用所謂的這個Pulse 賣衝的方式去量測 所以假設我們今天Pulse 的 condition是 Gate 0 幅 Drain 端的0幅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很完美很漂亮的這個IDVD 特性圖 但如果說我們今天去Pulse 在這Gate-8幅 然後這個Drain 50幅之後 再回來量這個IDVD 特性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 我們這原件的電流開始變少了 它的Slope 開始變緩了 那這因此就會導致說 我們的R-on增加 這是一般我們所謂稱作這個動態電阻 Dynamic Arm 的這個特性 那基本上Dynamic Arm 的話它的成員 成因主要是來自於第一個是我們的表面缺陷 第二個是我們的這個雷晶層的這個缺陷 或甚至在我們的Perservation 裡面 也會有一些缺陷會導致它有一些 額外的這個Trapping 的現象 那如這張圖來說的話 它是一個很完整的這個分析 從一開始00幅的狀況下 然後在經由不同的這個脈衝的電壓 然後最後把它Stress 到所謂的-8幅 600幅的這個狀態下 我們可以明顯看到說 在這00幅的狀態下的話 它的IV Curve 它的電流可以達到 0.4A per mm 但經由不同的這個Voltage 這個高壓的這個Offset Voltage去加壓情況下的話 它最終會導致說我們的電流開始很明顯的下降 那甚至到最後我們電流會有完全一個躺平的狀態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早期我們把它稱作所謂的電流崩壞的現象 因為這時候我們原件基本上已經完全沒有這個電流了 那這個動態電阻基本上它的特性會跟取決於就是 我們有多長時間把這原件偏壓在這個Offset的情況下 那接下來是多快還是原件把它Turn On在Offset的情況下 接下來它也會被我們的溫度去影響 然後甚至被我們的電廠的分布也會去影響到我們動態電阻的這個特性在 那為了解這個動態電阻跟這個所謂的或是所謂的這個電流崩塌的這個效應在 所以早在20年前的時候就有提出所謂這個Virtual Gate的這個概念 那Virtual Gate的概念基本上就是指我們會有一些trapping的現象 在這個Gate跟Drain的這個中間 所以基本上這是第一篇文獻中去解釋我們為什麼會有這個動態電阻的現象 但在早期的時候都會是所謂專注於所謂的sharky hand的這種原件上面 那它的這個物理機制主要是說當我們這邊加一個負的偏壓的時候 你可能會導致說會有一些負的charge會流到這個表面來 那流到表面來的時候它可能就會被這個service day去抓住 那service day抓住之後我們就會有很多的負的charge停留在這邊 那我們都知道負基本上會排斥負 所以基本上這個負的charge基本上會去排斥在二維電子器之間的所謂的電子 那因此導致說我們的電流變小 因為我們部分的這個二維電子器中電子被我們的這個service day 被這個trapping electron去排斥了 所以因此我們就可以把它認為說在這個地方產生另外一個所謂Virtual Gate 那因此我們可以用這個簡單的這個電路頭去理解 就是我們原本的砸機在這邊 但是因為我們因為trapping的現象 所以我們又產生另外一個Virtual Gate的效應 所以導致說大部分的電流都會被這個Virtual Gate去影響到 那這個也是另外一個示意圖中很清楚可以去理解到 當我們有一些電子被注入然後停留在這個表面之後 它因為有一些trapping的現象 所以這trapping的這個電子就會在這邊形成所謂這個虛擬砸機 所謂的Virtual Gate的問題 那這Virtual Gate問題就會延伸了我們的控閥區 進而去影響到我們原件的電流跟我們的導通電阻 我們在這個所謂的這個動態電阻裡面的測試裡面 我們常常會有人會去發現說 它也是有可能它這個trapping是在這個 跟這個砸機下方有關 那主要來自於像以我們的Case是在一個PowerMixHand上面 所以我們發現說我們看到的這個不同Pulse完之後 明顯的這個Current的下降 其實有一部分的成因是來自於我們不同Pulse完之後 我們的IDVG圖逐漸往右邊的方向Shift 那有往右邊的方向Shift的情況下就代表說 我們會有一些trapping在這個砸機下方 所以基本上我們會發現說 Dynamic Rn 的話它的trapping可能部分來自於 在Gate to Drain 的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會導致我們Rn 的增加 那另外一方面因為我們會有一些trapping 在這個砸機下方就會導致我們的臨界電壓的這個飄移 另外一方面也是有可能我們的trapping 會只有在所謂的assess region 也就是這一塊Gate to Drain 的地方 所以在經由我們的這個測試裡面會發現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所謂Dynamic Rn 的這個特性圖 那經由這個測試完之後 我們再去測試不同的這個IDVG特性 你會發現它的VTH基本上沒有任何的變化 所以因此皆有這個方法我們就可以去 identify 說它的主要的這個trapping 的這個 location 主要就是在Gate to Drain 的這個下面的所謂的 這個assess region裡面的一些累積層 所以導致說我們會有一些額外的這個 這個動態電阻的特性在 那另外一方面中在實驗注意中 我們常常也甚至會看到所謂這個 非同樣性的這個增加的這個動態電阻 就一開始我們可能會認為說 我們的動態電阻其實隨著我們的電壓增加 它會逐漸逐漸的上升 那越加高壓它應該會上升的越來越多 但是在某些Case裡面我們會發現說 它也是有可能我們當它加到超過一個電壓之後 它開始會有所謂這個動態電阻 recovery 的現象 它會有一部分的回來 那部分回來的話其實主要來自於就是 我們看到的一些 在下一張投影片會介紹一些 即日會導致說它可能會有所謂 partial recovery 的一個現象